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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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 of all kings 各位请坐 当我们经历人生的高低起跌 或者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愿意为我们都看得见 乌云上一直都在的太阳 愿意为我们都知道 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 乌云随雨天 散在我两间 热乌上太阳 他总不变迁 抬头望向天 发现你人天 随随找到自我愿意 就算雨沙边 急风或天边 灿烂阳光的灰灰面前 就算你的爱 从来无间断 啊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乌云随雨天 乌云随雨天 发现你人天 发现你人天 随随找到自我愿意 不改变 就算雨沙边 就算雨沙边 急风或天边 灿烤疗 灿烂阳光地 都会在面前 就似你的爱从来无间断 永不改变 就算雨沙边 就算雨沙边金红或天边 山南阳光都会再变迟 就似你的爱从来无间断 永不改变 就似你的爱从来无间断 就似你的爱从来无间断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无论是什么的境况 你都在我们的身边 你的眼睛无时无刻都看顾着我们 你的耳朵聆听我们的呼求 你的恩手拥抱保护着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 感谢你因为我们永远都能够倚靠你 祝各位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祝各位奉主耶稣基督得圣主耶和花 你也认为我一切瘦聆 我心路我贪瘦你的心疼 你也删知我一切所心 我舌头上的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挽绕着我 暗锁在我身上 怎样你奇妙 是我不能错了头 你的指高 你的尊贵 是我永远不能锁尽 我可以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 我若在海 轻身的翅膀飞到地底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引导我 祝各位奉主耶和花 你已经检查了我 我坐下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一笑的 我心路我贪瘦你的心疼 你也删知我一切所心 我舌头上的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挽绕着我 暗锁在我身上 最量的奇妙 至少 хват 我 Será 成为是我永远不能说尽 我可以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礼 我可以往那里去逃和躲避你一面 我若在海青山的翅膀飞到地上 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应到我 我可以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礼 我可以往那里去逃和躲避你的礼 我若在海青山的翅膀飞到地上 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应到我 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应到我 我可求你向父亲我们是可等的船来 是我们得称为神的仪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英姊妹平安,原来平安真的很重要,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了。 最近在封锁的时候,我无意中被一部剧集的名字吸引了,于是我想看看。 谁知道我看不到10分钟,我已经没办法顶得住了。 我发觉那部剧除了有一个很漂亮动人的剧名之外,无论剧情,演员的演技, 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再看下去,简直是浪费我的人生,于是我决定不看。 在这件事上,就启发了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生命犹豫剧本。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真的好像一个剧本那样, 在演绎一场又一场的戏,就好像看电视剧那样。 我就问我自己,究竟我人生的那场戏是否好看的呢?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保罗也在形容他自己人生的那场戏。 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他这样说。 我们一起读出吧。 保罗说,我想神把我门仕途明明烈在末后, 好象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吸世人和天使观看。 保罗在这里的描述,其实他很想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道, 他和仕途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场景背后, 神是他们的编剧和大导演。 因此,就算他们生命中要了很多的苦难和迫伯, 即是他们忍受的,或者等候的,是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 但是他们仍然甘之如意,很勇敢地,很松荣地去面对。 完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每一步都是神在策划和编排的。 即使他们有些人的生命的结局,是被人摆在罗马斗兽场, 好像被判死刑的囚犯那样,和那些空残的野兽来搏斗, 还要被一些贵族皇孙来观赏。 就算是这一幕,神都要摆在最后,变成刑场上面的高潮, 成为一场天使都要来看的好戏。 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 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分门分派,灵性很幼稚, 他们姑息犯罪的人很淫练, 几次告状,还要告到法庭外人的面前。 他们不按规矩吃喝煮餐,喝到醉纷纷。 甚至有些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他们否定耶稣已经复活这个事实。 还有不仅如此,他们信仰上, 教义上有很多问题。 他们会问,结婚和守独身哪样好些? 基督徒究竟是否吃得祭偶像的物品? 女人聚会的时候,是否应该蒙头呢? 聚会之中是如何运用熟灵恩赐呢? 他们甚至质疑批评保罗。 虽然这家教会是保罗一手创办建立的教会。 要视乎保罗写了两封信给哥林多教会。 其实他总共写了四封, 不过其中两封就不见了。 留下来就是今时今日我们所读到的 《哥林多前后书》这两封。 内容都是保罗尝试去处理 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和质疑。 为什么当时教会的信徒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呢? 他们的问题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三文字。 原来他们开始忘记了最重要、最根本的信仰基础。 就好像这三文字那两块包的一样。 是什么? 第一,他们忘记了基督钉十架的救恩。 第二,他们竟然不再相信基督曾经復活的事实。 所以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好像那块馅里面那些。 甚至他们比不信的人更加混乱。 似乎他们开始离开了福音信仰的核心。 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十架的赦罪并且復活的大案。 所以保罗在15章3-10节的时候, 他再一次强调他所传和所相信的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保罗在高林多前书15章3-8节那里,他自己这么说。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復活了。 并且显给基督照,然后显给十二仕途寒。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底兴寒。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可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牙角寒。 再显给众仕途寒。 没了也显给我寒。 我如同未到产其而生的一般。 他又这样形容自己。 他说,我愿是仕途中最少的, 不配称为仕途。 因为我从前逼迫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图然的。 我比众仕途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拘是我,是众仕途。 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耶稣在升天之后, 几年之后, 他在大马室即向保罗显然。 这一次的相遇, 保罗的生命就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的人生不再是自把自为。 他凭自己的意思而行。 因为主耶稣的赦罪和神的恩典, 一直与他同在。 保罗一直都很清楚, 这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核心。 他的生命的剧本。 从此,正如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 他要顺着圣灵而行, 不再方中欲体的情欲。 他让世人在他的剧本, 看见圣灵的果子。 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絶寂。 这些全部是跟从主的人生命所表达出来的味道。 其实你也可以说, 不信的人都可以有以上的特质。 那我们这帮跟随主的人会有什么不同呢? 原来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 不是单单说一些很品性的形容。 他是说, 如果我们行在圣灵中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一种有九种味道的果子。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果子里面有几种不同的味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生果, 叫做神秘果, 英文叫做Miracle fruit, 又叫做变味果。 在一粒果子里面, 你会同时吃出不同的味道。 也挺像保罗在这里说圣灵果子的特性。 非基督徒可以拥有几种, 三种或者四种。 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 就会同时具备这九种特质。 其实这九种特质是在传达什么呢? 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 那种的状态和味道。 前面的三种, 人爱喜乐和平。 是说当我们和神有美好关系, 很亲近的时候, 我们所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味道。 接下来的, 这是和神也。 接下来的三种, 人爱、忍耐、恩慈、良善。 这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当我们和人一起相处, 有美好关系的时候, 带出来的那种味道和表现。 最后那三种, 信实、温柔、哲宰。 在表达我们和自己的关系里的那种味道。 原来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场景里的每一幕, 都能散发出这九种圣灵果子的味道。 为什么有这种特别的味道呢? 因为当我们深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写记, 并且复活的那份的爱激励我们, 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这种味道。 所以, 保罗一再将生命的剧本的华士人, 耶稣基督再次的强调, 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时候, 保罗他这样形容。 我们一起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义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保罗的生命的剧本完全表达出, 那个导演编剧的功力是一流的, 皆想去全力的跟从配合和演出, 令他深深地经历, 体会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和赦罪那份恩典的力量。 为何保罗他那么分身呢? 因为主耶稣亲自向跟从相信他的人示范了, 演绎了神给他的剧本。 其中最精彩的梁莫, 就成为他后来的跟随者, 前仆后继那样, 一直上演到今时今日的南本, 绝无欺详。 一场就是在赫西玛丽图的这一幕。 当主耶稣三次向父神祷告, 第一次祷告他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祷告他这样说, 我父啊, 如果这个苦杯不能够离开我, 一定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胜存。 第三次, 他同样向父神祷告, 他要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愿, 他要为了完成父神所设定的一切, 全力地配合, 容易吗? 大家记不记得在Level3的时候, 政府也叫了我们要留在家, 不要出去, 但也有很多人, 甚至有些人为了个包, 我们附近Claim Fillmore, 附近Bilgar Fill, 哇, 人头涌涌, 排了大队, 就是为了轮着一个包, 最后呢, 要收到告票, 要被人罚, 我们做不到, 听话容易吗? 何况当时主耶稣将会面对的是一场极其痛苦的刑罚, 他还要是为了我们这一班不值得的人所忍受的, 但其实他是有得选择的, 最后他都选择了完全的跟随和听话, 容易吗? 这一幕, 就是主耶稣向我们示范了, 什么叫做彻底的顺服, 第二场, 当然是死在十字架的这一幕, 这一幕本来是顺理成章的落幕戏, 结束的一场, 本来死了就一了八了, 对吗? 就好像孔子死了, 毛罕密德死了, 释迦茂尼死了, 耶稣也死了, 所有多伟大的人, 他们都会死的, 这一幕, 停在这里, 其实也挺合理的, 虽然有些无奈, 如果这一幕真的停在这里的话, 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在世人眼中, 用了最最最失败, 最惨烈的方式来圆的戏, 和其他历史上的伟人, 才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曾经行过神迹歧视, 医治过无数人, 他却是救不了自己, 他的死, 令他身边的跟随者, 失去了领袖, 失去了头, 而要割散东西, 他的死, 令他身边心爱的人, 心碎, 那个末大拉玛利亚, 心碎, 他的母亲玛利亚, 心碎, 他的死, 只是帮那帮很憎恨他的法利赛人, 民事, 和那帮宗教的领袖, 取去他们的眼中拼, 不过, 慢慢都想不到, ending, 并不是在这一幕, 神竟然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圆场, 让每一个本来的绝望, 心碎, 伤心, 并且阴暗, 在神的悉心策划的这一幕里面, 得而完全被扭转过来, 这一幕更展现出超越世人所能理解的一幕, 神要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亲自向我们演绎, 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 好像保罗, 好像使徒, 甚至你和我都要知道, 当我们将生命的主场交给神,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大导演和编剧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 每一个场景所发生的, 和经历的, 必然高潮跌起, 引人入圣,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要藉着我们完全的配合, 信服, 和跟随, 才能让神的荣耀和大能, 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 才能让世人看得见, 感受得到圣灵果子的味道。 正如保罗, 他深深体会到他生命的剧本, 是从神的智慧而来的, 神的智慧是什么样的? 神的智慧是超越世人所能理解和知道的, 正如在临前二章八节那里, 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为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正如他将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器码一样, 这样的一幕, 超越世人所能理解的器码, 继续在保罗身上上演, 继续在仕途身上上演, 继续在以后历代历世的跟随者身上上演。 那么现在, 我们生命的剧本的这一幕, 又是这样的呢? 会不会像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那样, 他已经忘记了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和恩典? 还在这自编自导自演? 我们空有一个漂亮的剧名叫做基督徒, 但内容却是了无生意, 佛善足尘, 问题多多, 有时甚至会难尾收场, 或像保罗和众仕途的生命那样, 是由神亲自偏导, 虽然我们会有苦劫, 我们会有困难, 我们会有挑战, 甚至我们会觉得伤心, 失望, 难过, 但因为我们愿意顺服, 愿意跟从圣灵的引导, 藉着我们对神的信任和倚靠, 为祂精彩地演绎? 我相信, 必定是让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生命, 尼得有意义和封诚, 更能够成为世人和天使都八岸叫绝, 将神的荣耀和大人显明出来的一场好戏。 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朋友, 她现在的这一幕, 在那一段期间, 她的bubble是丈夫, 子女和奶奶, 她一直都是和奶奶一起生活的, 从来大家都知道, 婆式相处这个戏码, 一点都不容易的, 但是她这一幕, 因为奶奶的老退化和俗称老人痴癌症, 越来越严重, 就令到这一幕更加艰难。 平时她的丈夫和子女都要上班上学, 所有奶奶的生活细节, 都是靠我这个朋友去照顾的。 特别最近, 她奶奶经常做一些又不记得, 又经常不断重复的事, 试过有几次, 她奶奶自己走出去, 家屋外面, 人家放在外面的大垃圾桶, 她就把人家里的垃圾全部倒出来, 又把自己家里的大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 然后把空的垃圾桶一个一个推回自己家里。 令到我朋友要疲于奔命地, 不断地帮奶奶去执行你, 总之她要看着奶奶看得很实。 在离开之前, 她跟我说, 我真的很辛苦, 我快顶不住了。 她看到自己越来越没有爱心, 对奶奶越来越没有耐性, 不过最近在离开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很感恩, 圣灵提醒她, 只要你把奶奶当做主耶稣, 你做在你奶奶身上, 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 原来最近, 她和主耶稣很亲近, 她很爱主耶稣, 所以当圣灵提醒她的时候, 她看起来奶奶的心情都不同了。 她很温柔地跟我说, 其实她奶奶真的很可爱, 这个变化也影响了她的子女, 她们都会像妈妈和爸爸陪妈妈出去散步, 都会很温柔地告诉妈妈, 哎呀,你不要这样, 但又看到妈妈的很可爱。 我们的生活里面, 每一出,每一幕, 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你是你戏里面的主角, 我是我戏里面的主角, 我很感恩你的戏里面有我, 我的戏里面有你, 因为主耶稣的戏里面有你和我, 她使得这一场, Mission Impossible 的戏码精彩绝灭, 成为世人和天使都会来观看的一场好戏。 在禁止期间, 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我想她已经闷得抽筋了, 她打电话给我和我聊天, 她问我, 你好不可以带我去泰国短孙呢? 我就问她, 你知道什么叫短孙吗? 你知道我们短孙会不会做些什么? 她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要跟着你, 我会听你的话, 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原来作为一个称职的演员, 是会完全信任跟随, 那个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我们只需要尽心尽性尽力地做好我们的角色就足够了, 我们要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我们不需要知道剧情是如何, 我们不需要知道进展是如何, 也不需要知道结果是如何, 我们只需要跟着神, 像耶稣一样, 听从父神的说话, 信从生命的大力, 正如, 保罗在临前二章九节, 他一再提醒基督的跟随者, 让我们一起读出,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都未曾想到, 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还是跟随呢? 让我们用以下的一首诗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向主耶稣发出我们对祂的赞美和感恩。 请不吝点赞美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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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语言 动作曲视频 华胅未曾擎美 总心 是三十七星期吧 晢静的歌曲 قد赞美和感恩 你真的风ch notice 我很多道馆 让我距离 中国徐家基督 difference 你只能够面 离我心人 多酌 你只顾ข 但从心 encont Zopolit 不能够 葬如红日 挂如黄昏般渐渐落 是你令我如鹰般刀飞 全因为你 令我一生都解决 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 唯独你是我清酒 我总不折死 直到永远 从心底赞美 感谢以并愿我 Goten 作词码美食 但我們知道神不守時間和空間的能制 所以我們都願意將榮歸彼神 下面有一些提醒或報告 就是我們的崇拜 例如今年的春日崇拜 昨天晚上週六或者今天下午的英語崇拜 我們在今個星期和下星期都仍然會往上進行 因為暫時我們能夠回到教會的入數 仍然是非常有限 我們盼望在下星期 當境界級別下降的時候 我們能夠多些頂指會回到教會裏 幫我們預備這個崇拜 大家可以見到多幾位 增加我們的親切感 除了崇拜之外 大家知道星期三晚的祈禱會 是仍然進行當中的 在網上的 若果你沒有參加過 你很想參加 請你看到Facebook 教會的Facebook 那裏有告訴你如何參加到 或者你也可以如果不熟悉 用Facebook問其他比較熟悉的頂指會 你也可以幫助你 教你如何參加到 明天開始 學校已經開始開課了 我們盼望很快樂 教會裏大部份的事工 可以逐漸地恢復 不過暫時我們還不明白 給我們一個適當的時間 請大家在祈禱當中紀念 讓我們開始的時候 能夠小心 避免受到病菌的騷擾 讓弟兄姊妹能夠繼續有平安 繼續有健康 如果弟兄姊妹預備了奉獻 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找到 教會的銀行帳號 你可以用一個轉帳的方式 如果你不熟悉 不習慣 你可以把你的奉獻留情 等到我們在下星期 或者再遲一點 大家回到教會的時候 你才會好 我相信神都一樣的欣賞 當我們要散會的時候 我們都同心 我們去接受神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恩典 給我們的慈福 我們一起抵合 希望我們多謝你 你給我們這個敬拜的機會 雖然是很有限制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知道將心歸給你 但願你自己來得到當時的榮耀 我們都願意將一切的重贊 感謝我們的權兵 感恩 都歸給聖父聖子聖靈 三萬體的神 來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保守 要帶領上羽、弟兄姊妹和家人 和同座 直到我們見主耶穌基督的兩面 阿門 平時散會 你們都會有禪點的 今天 可能要弟兄姊妹自己家 來預備 享受你自己的禪點 祝福各位 好 謝謝 你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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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